疫情3年,直至今年初恢復通關前,有不少人滯留在內地 房署公布,去年4至11月期間,有不少單位因為雕空而被收回的單位超過1300個 幾乎等於前兩個年度的全年平均數 現行的房屋政策列明,雕空單位又或超過3個月非經常持續住在單位 違反租約或房屋政策,都會被視為濫用公屋 房屋處可不作警告,終止租約 那如果被房署收回公屋,又可以怎樣做? 如果無家可歸,房署便會安排他們入住臨時收容中心,短暫住3個月 讓他們找個第二道遷出 而如果他們在令密居所方面遇到特別困難,房署便會協助轉介個案 給社署等其他政府部門及社福機構提供協助 符合資格亦可申請入住新界中轉房屋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